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我要从第二十节开始读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碎了之人出手的果子 使既是因一人而来 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 出手的果子使基督以后 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 在后目起到了 那是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 就把国交于父上帝 因为基督必要作王 等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 经文读到这个地方 我们继续在分享有关于基督复活的事情 或是要把焦点放在基督成了碎了之人出手的果子 在讲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有几点要与大家分享的 常常我们在信仰上 会庆祝有关耶稣基督复活 复活节仿佛成了基督宗教当中 教会礼典当中重要的一个节期 那问题是 历史上复活的耶稣 以及现在复活的耶稣 这两者 我们要分得很清楚 究竟我们是庆祝欢庆 历史上复活的耶稣 还是现在复活的耶稣 仍然与你有关系呢 我们是庆祝在历史上的耶稣 还是要把这位耶稣 接到你的生命当中 与你同行 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 因此 要鼓励大家 每一天跟这位复活的耶稣 常常连结在一起 祂与你同行 祂要更新我们的生命 如同祂更新扫罗成为保留的生命一样 再来 相信是信仰的一个根本 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复活 这一件事情 也都是从圣灵来感动的 并且我们要求圣灵引导我们 天天与复活的主 常常连结在一起 格尼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 保罗说 基督已从死里复活 成了碎了之人出所的国子 今天牧师要多一点解释 有关于出售的果子 这个概念是从生命纪二十六章 第一节到十一节 传讲给旧约这些以色列百姓知道 那时候他们已经进入到迦能地了 因此 摩世在教导他们 要遵守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 必须把土壤当中的第一次 所收割的东西 要拿到圣殿交到祭司的面前 奉献给上帝 然后在神的面前要说这样的话 说我主原是一个江王的亚兰人 下到埃及居住 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 人数很多的国民 埃及人恶待我们 苦害我们 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 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 我们列祖的上帝 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 看见我们所受的苦难 劳苦 欺压 他就用大人的手 和伸出来的绑壁 并道而可谓的事与神迹其事 领我们出了埃及 将我们领尽这地方 把这流南云密之地赐给我们耶和华 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手的土盏奉了来 然后你要把框子放在耶和华你上帝面前 向耶和华你的上帝下拜 你和六位人并在中间寄居的 要因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给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来玩乐 因此以色列百姓从旧一的时候就已经养成这个习惯 代代相传 把土壇当中第一次所丰收的要拿给上帝 我们都有个概念 把我们生命当中最好的 都拿去给我们生命当中最喜欢的一个对象 谈恋爱的时候也是如此 对待我们所喜欢的男生的女生 我们在信仰上面也是如此 把最好的拿去给上帝 这是一个本来应该有的一个习惯跟态度 出手的果子 是代表上帝要给我们更多更多更好的东西 出手是第一次的丰收 我们相信会有第二次的丰收 第三次的丰收 这也代表着我们相信神的恩典 丰丰富富的留在我们身上 保罗把这出手的果子跟父父的耶稣 这个概念连结在一起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因为上帝把耶稣基督 他最好的毒子 给赏赐了给我们 耶稣从实力复活成为出手的果子 也就是说所有相信他的人也要跟他一样 从实力复活 从耶稣复活开始 我们就看见从一个到十二个 从十二个到七十到一百二十到三千人到五千人 一直到现在 我们都积蓄的出手的果子 耶稣有一天我们也要复活 天上地下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一一 因此保罗说基督已经从实力复活 成了碎了之人出手的果子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 死人复活 也因为一个人而来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可小看 我们也成为出手果子的后续的果子出来 耶稣基督的果子是丰盛的 这个出手的果子 但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影响力 果子成熟了 当然具有它的吸引力 因此它的生命要丰盛 亲爱的弟兄姐妹 鼓励你 祷告上帝 让我们的生命天天充满丰盛的影响力 在你工作 在你在家里生活作息的时候 也因为你的生命的影响力 感染许多的人 还没有跟JC的人 进入到这个应许 这个喜乐的行列 愿上帝祝福你 充满上帝的祝福 阿们